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库林盖景区的多元文化社区联络主任 Fiona周燕芳 我们新南维尔斯州警方希望就目前 针对于澳大利亚华人社区为目标的国际电话诈骗 向我们社区民众发出提醒 希望我们所有的华人社区朋友 不要再陷入这个骗局的陷阱当中 据报道 此项骗局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 以及英国各个国家都有受害者陷入此骗局当中 在我们新南维尔斯州也已有数千民众报告称 他们曾接到用普通话打来的电话 警方也得知已有民众成为这一骗局的受害者 从去年8月以来 警方就接到过几起的报告 但是绝大多数的报告是在过去的六周内接到的 此类电话骗局看似带有随机性 但是它的最终目的是以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作为目标 受害者一般通过手机或者是列如我们华人社区非常普遍使用的微信之类的应用程序获得联系 来电显示看似是来自于本地的一个固定电话 但其实这一个号码并不是真实的 而是已经被假冒或者是移植到某一个我们未知的一个位置 电话的开头通常是一段英文或者是中文普通话的录音信息 然后随即会被转接到某一个自称来自于中国大使馆或者是领事馆的人士 来电者声称接听的电话者是我们的受害者 已经涉嫌犯罪或者身份被盗用 因此受害者在澳大利亚的居留签证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或者在国内的家人可能受到伤害 受害者随即会被告知 电话会转接到负责此项案件的调查员或者是警方 当转接到调查员或者是警方的人事手里 他们会要求受害者提供个人的信息 包括银行账户、密码、护照以及家庭信息 在某些情况下还会要求进行现金的支付 并且受害者也会被告知 不要与朋友或者是家人交谈 要保密 因为这样的话会让他们陷入危险之中 我们西纳维尔什州警方 敦促社区民众不要向这些来电者提供任何的个人信息 如果收到此类的电话 最好的行动就是立即挂断 并且向当地的警方报案 这一骗局从本质上就是让我们受害者相信他们遇到了麻烦 但是他们是可以用钱来避免麻烦 我们新纳维尔什州警方已经与中国大使馆和中国总领事馆进行了接触 实领馆方面表示他们从来不会致电我们中国公民转达中国警方金融机构或者是其他机构的通知 也不会在电话上索取个人的信息 更不会要求我们华人在电话中提供银行的账户信息或者是付款 目前警方正在与执法部门的同事一起调查这起骗局的起因 希望敦促我们社区民众留意我们警方的相关报道 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再接到此类的电话 最好的办法就是挂单电话 并且向警方报告 如果您已经成为了此项骗局的受害者 或者已经向此类的打电话者提供了任何的个人信息 请立即联系当地的警方 如果您有相关的信息 您也可以向我们的罪案举报热线 Crime Stoppers Crime Stoppers 罪案举报热线 提供任何您所了解的有关于此类骗局的信息 电话号码是1800-333-000 1800-333-000 您也可以在罪案举报热线 Crime Stoppers的网上进行报案 它的网址是 nsw.crimestoppers.com.au 最后和大家简单的分享 避免遭到相关骗局的一些技巧 其中包括 一 首先最重要的是 绝对不要将您的个人或者是银行的账户 提供给打电话给您的人 请一定记住 像大使馆 中国领事馆 包括我们警方 金融机构 他们是不会通过打电话来向您要求个人的信息 或者是提供银行的账户信息 或者是提供您的财务密码和账户密码 这些都是您非常重要的个人的信息资料 千万不要在电话上面随意的 向您并没有确认身份的人提供这些私密的信息 更不要通过电话或者是互联网 向对方支付任何现金 支付任何费用 如果您对电话中来电者 他的身份持有怀疑的态度 对他的身份进行质疑提问 如果他回避或者拒绝提供任何的信息 那么一定要提高你的警惕 最好的方式就是挂断 不要让对方通过各种的手段 对你施加压力 在他的压力的驱使下 仓促地做出一些决定 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 能够让您陷入他们的骗局当中 因为他们知道时间一长 如果给予您时间去了解一下 或者是上其他的你的朋友 家人你的社区了解一下情况 这个骗局可能就会被识破 所以他们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让您在最短的时间内 能够让你陷入骗局 达到他们的目的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警觉 不要在被施压的情况下 而做出决定 掌握权在你的手里 如果你已经提供了您的账户 详细信息的话 那请立即与您的银行 或者是金融机构联系 并且立即联系警方报告事件 帮助警方能够搜集相关的数据 能够尽早的破案 避免再让更多的社区朋友们 陷入骗局 如果您要了解更多的 有关于诈骗的信息 或者是找出其他一些 保护自己识别骗局的方法 那您可以上Scam Watch 这个网站上了解 各种各样不同的诈骗的形式 和相关的预防的信息 帮的网址是 www.scamwatch.gov.au